紧接上回我们从邪魂崖的藏风山澳出发 我们要先收集六个东西 我们只要接近这些佛头 他会念经 实际上距离二三十米以外 实际上就能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你们自己找的时候跟着声音去找 你就别看这个视频了 自己找可能有点乐趣 但是我就是一次性找到六个魔木珠 就直接跑头 当中的怪物已经全部清掉了 因为我知道来看这集的观众 就是来找这个六个魔木珠在什么地方的 我们待会往左拐 往右拐上去 有一个好东西 是可以提升我们属性的那个弹药 是可以在那边拿的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小箱子 看一下 小箱子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然后上去就可以看到第二个佛头 我做这套节目呢 没有做很详细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种来龙去脉啊 就给他讲的特别清楚 有能力的人干有能力的事 这方面我不擅长 算是自嘲吧 我就不去说 否则说错了 不严谨啊 反而挨骂 少说多说多错 对不对 我就做我擅长的事情 比如说之前一直说 惊魂惊魂 惊魂 我错了 好吧 进破 在这儿就是第三个佛木珠 我经常把字看 老观众是知道 这个错我也经常犯 否则我老是 清华北大了 对不对 走了 佛木珠 好 接下来去拿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在第二个场 接下来的这个场景里边了 第二片区域呢 部分的敌人呢 我也清理掉的 就实际上大家看 我不是满血的 就是我先清理敌人 然后把整个过程呢 给观众们跑一遍 是这样的一个录制方法 自己玩游戏 你们自己玩啊 和我玩 总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呢 是整视频 斜魂压的整视频 给观众们看一下 比如过去传送 就传送到这 自己玩和做视频 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 不是一个东西 某种角度 我的确不在玩游戏 我在做视频 只是因为做视频 所以玩游戏 不是自己玩游戏 顺便录下来 老观众都知道 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是没有太多的乐趣的 当我把节目做出来 我的乐趣是在那 因为我要达成特定的目标 可能是全收集 可能是打得好看点 可能是路走得 顺一点 少死一点 就各种各样的目标 正好在跑路嘛 观众们也闲聊现在 这就是第四个佛珠 然后 我们可以跑回去 也可以使用缩地 直接回到刚刚的那个土地庙 我那就直接跑路了 大家不要觉得绕 这些就跟我家一样 它哪里有什么东西 我现在都在脑子里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简简单单看下来 四五个小时节目 我要搞五十个小时 因为找这些东西 我没资料的 并且我在玩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 就是佛念经会 吸引我们过去这个细节 你知道吗 人总有疏忽嘛 就这个声音 我没在意 没找到这个规律 后来我老婆说 他不是在 在有念经吗 我说 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厂商是 很照顾我们 搜集这些东西的 二级给打大残 三级之间 然后呢 我们收集这六个佛珠 去干什么呢 只收集了五个 因为我在收集 第六个的情况下 这段话就看不见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 没有佛珠 他会跟我们说什么 上面刻着 邪魔霸道 其最难熟 耻夺六目 永风黄土 右边这个字呢 是我家的 我怕观众们看不见 这太小 不扣网上可能 对吧 分辨率比较低 觉得没有大会员 然后呢 我们去找第六个 第六个呢 有点小阴皮 我们还是从 这个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 我当时就是 怕观众已经晕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还是在整视频这 刚刚我们就是到里面 是有一个 佛珠的 佛木的 在这边呢 会有一个 头目 发蓝光的 可以选择跟他们打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打 可以选择巨星散气 过去 但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来拿 佛木的 我可以搞定 而战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 缩地清服 直接回到 刚刚的那个土地庙 不用跟他们纠缠 我们这一集 就是来做这个任务的 然后直接回到 刚刚的那个土地庙 然后调整一下 这边的技能点 身外身法加满了 再往上加 必须到决策等级到45级 好了 我们去找刚刚的那一块石头 我解说的时候 不喜欢在 还没有游戏 告诉你们它是谁 我是不会说的 网上资料传说中 石头里面蹦出来四个人 最弱的 是孙悟空 而石杆当 原本是泰山之上的一块石头 幻化而来的 我最早过来打他 打不过他 但是 我们使用身外身法 他就 说实话 不怎么需要破解招式 可以比较轻松的 把他给弹掉 只要不要太猛 先给打一波 再躲 出出 让开 主要是躲他的 向下的这个地砸 也不多了 火雀也不多了 二级棍式 砸 还有半血 不要单挑了 一开始 把小猴子放出去 基本上耗掉他半血 这 就简单很多了 使用赤槽 跟他周旋一波 把能放的法术 都给他放掉 然后 看我们能打掉他多少血 中间 使用棍式 对他进行输出 否则 你还没打 这个法术都没放掉 你说浪不浪费吧 先放一轮法术 然后 你可以跟他混时间 等第二波法术再跑 然后再跟他干 都行 游戏科学这种 设计法术的这种 让玩家选择啊 真的很好 你可以把 自己啊 把 身外身法给尽了 然后跟他肉搏 也可以 但是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身外身法 就是给大多数玩家准备的 我没有怎么破解他招式 他就结束了 我现在也觉得有点可惜 他已经选不住了 因为我并没有说 他所有的招式 我已经 了然于心 我后面呢 可能 会选择少用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 多用呢 赶快把视频抽完呢 还是少用 因为我后续还是会去做 应该说我尽力去挑战 无伤流程的 我原本这想法就 就用轮引嘛 对吧 用轮引 然后 然后再去 二周末再去打的时候啊 再去 去破解招式 观众们也可以留个言 我们先退流程 给我干嘛不用嘛 后到了一个兽运 是一个要紧物事 然后我们传送 回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造一个好东西 出云棍 防御力上升30哦 攻击力到60 这个防御力很高的一把棍子 上一集最后的那个风虎啊 很厉害 比虎先锋厉害 他因为他输出太高了 所以说我是先过来 先露了这一段 然后再过去 把那后面一段 给他露了 这个棍子是真的帅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做 另外一个小直线任务 我们从藏风山坳出发 这边有一个NPC 我们可以先不过来 就直接去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 以做视频的流程嘛 我肯定要先过来 看一下他 然后第二次过来呢 我们就直接过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直线任务 先据好力 不知道哪个妖孽 用法力把我捆在石头里了 连带着岭上的石头 也成了精 那边的山洞里 有只石精怪得很 它身上一定有些秘密 弄清了原尾 我好拖身啊 哎呀 石头成了精 此时非同小可 那边的山洞里 有只石精怪得很 它身上一定有些秘密 弄清了原尾 我好拖身啊 哎呀 石头成了精 此时非同小可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打那个石头精了 就用缩地清浮 直接走 而我的传送呢 就直接传送到了目的地 在过去之前 还是给观众们看一下 我的这个 配点 猴子点满 其他随意 身外身法点满 在这边上去 之前我们来拿 佛木的时候 佛木珠的时候 我就经过这里 这次过来呢 我就要把 这边有一个小头目 给它干掉 直接上去 给它来个中杂 它比较讨厌 会给我们上毒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大概 在35%到40%左右的毒属性了 看码了 很容易被它烧 并且被群呕 所以一对三 很麻烦 先脱身 把血补一下 用混式 三级 先把这个子干掉 干掉了一个 然后再对付第二个 横移 它就不大容易打得到 好吧 接下来单挑一个 就比较好了 它会掉金破的 蓄力 好烦啊 它就把我给揍死 认真点 认真点 这个打得有点随时 喝了两口 我之所以不用蓝牢 是因为 我待会要用 好 把金破收一下 石双双 我们要找到石头 就在前面 在它旁边呢 有很多的 在那边趴着的石头 我们不管它 第一下 对它不会造成伤害 先把猴子放出来 然后打它一下 小猴子会帮我吸引一些火力 没有什么技巧 帮它 有二级冠石 就把二级冠石打下去 因为小猴子也会帮我们 积累冠石 连续帮二级冠石 再打两下 二级冠石 它没了 它根本没有关键的 找到办法 还是很好打 好简单 好没意思 轮衣找到有点没意思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回去找那个NPC了 使用缩地轻浮 一试赶一下 你这娃子真搞不骗 我可算是能当这宝贝了 你 你哪儿还没走 你 你不会是传要回这宝贝吧 不害臊 你快快快快走 你本身不当 心脑不开 你快快开 不害臊 滚滚开 不害臊 你怎么知道我不害臊 滚滚开 好 走走走走 我们去干另外一件事 我们刚刚到达第二关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NPC可以对话 就在沙门村的村口这 路上的这些敌人啊 我都已经清掉了 我们就直接过去和他进行对话 接下来和我们对话的这个人呢 应该是可能会在以后的关卡 和我们再见面 就跟那个马面一样了 你 这这这 不要害我被发现 你 快走 别在这里渗透大脑 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 咱俩都得完蛋 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 不得已背井离乡 原想跟随属神大人重整大业 可我 我看到他那手下先锋在吃 你 我往糊涂啊 太可怕了 得 得逃出去才是 双头属乃我国中精锐 明明是同僚 却还要自相残杀 躲在这里早晚饿死了 杀出去 来个痛快 你怎么还在这 不要害我被发现 快走 手足相残之事 我万不肯做 你帮我除去同僚 我也是时候该走了 我王执迷不悟 如此下去 何谈复兴 你 须找到下落不明的三王子 三王子 算了 算了 他最狠老手 我们现在这副样子 三王子认不出来 认不出来 我王奉属 三王子便心生不满 远走他乡 曾有国人 曾有国人游历四方 说在西天佛国见过他 可那西天佛国 又在何处呢 我王奉属 三王子便心生不满 远走他乡 曾有国人游历四方 好了对话开始重复了 如果以后他还会出现 我可能到时候专门出一个集景 就是相关他的故事啊 哪一关的什么地方啊 都可以再次碰到他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整视频 左边呢就是我们打石赶当和石之峰的那片区域 现在呢我们去做个查缺补漏 把我们现在可以去的地方的最后一个蒲团去给他演示掉 有计划出一个视频 可能每一个关卡啊 每一个蒲团在什么地方啊 功能性的视频 可能会出 这样观众朋友们找起来呢 也就比较方便 啊某一个蒲团找不到 好烦人啊 然后可能在视频里面去找蒲团在哪 那我可能就索性 每一个蒲团我就跑一次 好烦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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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个小头目 就是发蓝光的小头目 还是从展视频出发 就在这个旁边 因为这片区域之后我们还会来 大家可以看到 无有因有人在说话 这是要完成前置条件的 我已经完成了 就是拿到零片 有一个来捣乱的 反正在视频最后了 就把这帮敌人给收拾一下 这种不带盾牌的敌人 实际上很好对付 说很好对付 因为我会想把蓝槽留给上面的敌人 打死他会快一点 变身术迅速把他干掉 实际上对于这些 散布在野外的这些小头目 实际上并不厉害 首先是并不厉害 然后加上 现阶段满级的身外身法呢 实际上打起来就很轻松 特别是在单挑的时候 上来直接去盾式三级 他的盾是可以使用 铜头铁壁去破的 但是我没带 我打掉就可以了 好了 我撤 然后放出去 就是这么不讲武德 加油 加油 OK搞定 一些茶缺补录呢 我能发现的茶缺补录的 就任务以外的 那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好吧 本集内容就差不多到这 下一集呢 会做一个比较大的 这些任务 也会去一片新的区域 好吧 大家拜拜啦 拜拜 拜拜